我的房子从三百万降到一百七十万 我断供了 第八个月就被罚拍了 看见我家门上切的桥了吧 我这个房子目前已经被罚拍了 而且罚拍的价格让我难以接受 这个房子是2018年买的 当时在燕郊买 算是站在最高的地方了 最高点 当时就觉得孩子也出生了 然后就想找个房子 稳定下来安定下来 孩子也好上学 我们这个房价买的时候是一百平方 花了三百万 当时燕郊的房价可以说 我们这还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因为离地铁口远 到地铁口1.7公里 就是进地铁口的那些房子 一般都在三万五 好一点的改善楼盘都在四万朝上 所以说当时买三万一平方的单价 感觉还是挺划算的 这个是入户门进来就看到餐厅 然后前面这个就是客厅 然后后面这里就是厨房 厨房放了橱柜洗碗机 上面就是燃气灶油烟机 这个柜子说真的我也没怎么用过 从来没有用过 上面什么都没有放 然后你看这个贴纸还没有塑料 那吊柜的话我嘎嘎心 从来没用 然后下面是一个感应灯 手扫一下就亮了 就晚上不用开灯 在这洗个水果 什么的特别的方便 然后外面呢就是客厅和餐厅 这个房子我们还是挺喜欢的 为什么要卖房呢 原因啊很扎心 就是我们夫妻俩都失业了 然后房价也跌得特别的离谱 从三百万降到了一百七十万 就我们燕郊这边的房价 基本上现在一万七一平的大把 当时就想我房子大不了不要了 银行收走就行了 房子重新还给你 然后反正首付款都已经亏没了 当时抢房非常厉害 我们首付款交了百分之五十 掏了一百五十万 才抢到房子 然后剩下一百五十万办的房贷 每个月还八千 我老公之前是做IT的 一个月有两万 我呢上班一个月也有八千 再加上年终奖什么的 一年四十万 但是呢他22年的时候就被裁掉了 然后22年裁掉感觉天都塌了 也是六年的老员工了 然后就被裁掉了 到23年的时候我也失业了 然后22年他失业之后 就把房子挂上去了 当时就想着尽快卖掉 当时挂了250万 因为三百万买的房子 三百万买的就是 三百万买的房子 装修花了三十万 也就是说三百三十万 所以呢我们当时挂的比较高吧 中介说让我们挂到二百万 可能容易成交 今年的行情就又往下面走了 然后呢我们本来想着 房子还给银行就行了 没想到这个房价一直下滑 而且银行把房子收走之后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 真的是让我万万没想到 第八个月我们的房子就被收走拍卖了 首先呢就是我跟孩子爸都上了真信的黑名单 也就是以后贷款买车买房肯定是贷款不了的 还有就是我们也不能坐高铁飞机就限制了高消费 可以说是出门寸步难行啊 然后孩子呢上学我担心会对他上学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呢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呢被罚拍了 中间还有什么律师费 诉讼费 违约金之类的 大概十五万左右 而且我们这个房子 成交价呢是市场价的 基本上七七折左右 呃 法拍价比较低 所以说最终我们法拍了 一百二十万成交的 一百一十九万呃挂上去 然后只加了一万块钱就成交了 所以说呢 也就是我们卖了这个房子还不够还银行的贷款 呃 我们当时贷款一百五十万 现在还了还有还有一百三十多万的房贷 本金 卖一百二十万根本就不够还剩余的房贷 这中间还有十多万的差额 并且我们一百五十万的首付款已经亏没了 再加上我们这些年还的房贷的利息 也都不说了 全部都打了水漂 一年的话还九万六 将近十万块钱 然后还了一八年到现在六年的时间 就是六十万差不多有将近五十万是利息 这也打了水漂 还有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房 回去没法跟父母交差 当时首付款父母还出了一部分 我们这个房子呢 卖的完全都是不够还银行的贷款 这个结局真的是我万二没想到的